當時《天梯》我記得MV的時候 我們選了真實幾對夫婦 有老、有嫩、有Lesbian、有Gay 所以就是想說大同世界 當然很多世俗的眼光 你問我今時今日 還有很多朋友圍繞著 他們擺明身邊的朋友都知道他們的性向 但老實說 父母都被談 在他們父母眼中 或者是這麼久有沒有拍拖 沒有 親親朋友 什麼年代 這個旅程是有機會有些進步 在過程當中 但近期我是覺得好像打倒吞 我覺得Pain Dot搞很多年很成功 或者是越來越大班人聚出來 其實是加連話 我是覺得很好感受 我是每一次都很可能 就算我不是表演那個 我都會期待去這個派對 那到我聽到自己人這個小眾的節目 他要節目調動 我是覺得有點心酸的 但我希望有一天大家真的想清楚 究竟愛是甚麼一回事 我記得我生平第一次認識的同志就是家人 我的表格符 其實愛得很轟烈 而且很出感 所以我家裡的氛圍就是這樣 家庭組織 這裡齊人 那就逐個逐個介紹 認定大家是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不會有一個分別心 小朋友是不會有分別心的 你問我 所以當時我沒有這個困難 老實說 也很快被我接觸到 原來是可以這樣的 我媽媽是很開放的 她說 如果有一天 當然我內心覺得 打從心底我不想你是個朋友 真的 但如果有一天 你喜歡男生 你會跟我說 然後我那一刻是 對 很窩心 我家裡 尤其是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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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為 家裡有這樣的成年 而他們是 愛得很徹底 大家會互相愛大家 還有我 我被角符設了一個很好的 come out 的路 所以我家裡是 真的算一個很共用的家 其實今年我真的很開心 可以以個人身分做粉紅太子 亦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我覺得是我自己的一個人生的成績 但我沒有想到什麼很宏大的理想 就是要這個社會改變什麼 我自己覺得是 超峰的定位 或者我自己的身位 其實都很很貼近 和大家差不多 我們都是普遍的人 我也會有這樣的看法 我也會覺得 其實愛也是真的不需要分 或者是 其實愛不單止是 不需要恐懼 還要及時 還要勇敢 我很希望 作為我 我都會有這樣的理念 我希望每一個 ordinary people 都會有這樣的看法 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超峰 我是今年的粉紅大師 愛就愛出來 Love out loud 我是梁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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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梁超峰